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宋妮妮 我喜欢你 你要跟我说什么 你先说 你已经二十三十小时没理我了 我睡不着 代码写不进去 我满脑子都是你 但我不敢来找你 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过 我会这么喜欢一个人 我爸总说我是单线思维 因为我从小到大好像只能坚固一件事 我上学的时候 只要我一贪玩 我成绩就会下降 我爸一抓一个转 因为我对后果也是后知后觉 就跟现在一样 你不在我身边 我突然发现 我好像 喜欢你 我不理你 你就不会来找我吗 我又不是真的生气 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 我要是去找你的话 我怕你会 讨厌我 怎么会 满脑子都是你 我写小说都写不好 我偏你听不懂 我好像 也喜欢你 真的吗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 想问 但 或者说 我站在这里 但是 宋宁宁 你建不建议 和你树立的反派谈恋爱 不是 我想说 宋宁宁 我喜欢你 这应该是反派开座的时候吧 那也是 宋宁 你没有报告明还是吗 后来 师傅 你 每天 后来 后来 都没关系 后来